女人是一种感性的生物,在恋爱中总是患得患失,不顾一切地为对方付出,对于爱到骨子里的人,会心甘情愿地给她很多,尤其是以下这几样东西。 一,身体对于女人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她的身体,在没有结婚之前,女人都不会轻易将自己的身体交给别人,除非她很爱你,才会愿意把她交给你,其实她交给你的不是身体,而是对你的一份信任与在乎,如果男人负不起责任,就不要轻易接受。 二,温柔每个女人都有刚强的一面和柔弱的一面,爱你的女人,哪怕在外面很独立,回到家后即使不撒娇,也会对你温柔体贴,把她小女人的一面展现给你,这正是她在意你的表现,就像有句话说,女人的温柔只会展现给自己爱的人。 三,包容有的男人,犯了错误后,妻子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,这并不是她没脾气,好欺负,只是因为重视你,所以才会对你心软,一次次地包容你,希望自己的妥协与原谅,可以换来你的悔改。 四,如果男人不懂得感激与珍惜,只会让女人心寒。 四,空间有句话说,爱情就像手中的沙子,握得越紧撒得越快,女人越是在意你,就越会记住这个道理,她给你空间不是为了让你放纵,而是怕失去你。 女人越是这样,男人越要学会收敛,否则只会辜负了女人的良苦用心。 五,金钱有人说,为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,不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。 其实女人也一样,当一个女人爱男人入股时,她也会心疼你的钱,不仅会为你省钱,还会为你花钱。 比如当你送她礼物后,她给你回礼,当一起吃饭时,她也主动买单,不是因为她钱多,只是因为在乎你,真心爱你,本文由情感所示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尝知识。 欢迎关注,带你금钱, assumption bands, luc呀。 所有人都不引 digital disgusting... �工,带你平时吃饭时,他们不務。